陪伴你們好,我是小胖哥 今天整理一下就是前幾天那個 西總在微信上 執行我的一些問題 我把它整理下來 以後你們有什麼那個問題呢 可以看一下這個視頻 會了解的更清楚一點吧 西總前幾天嫁到我 嫁過來微信 他是 他說 我是做來戰達的 我說你好 他說 你好 你這邊有相關的 來戰達的開店的教程跟流程嗎 因為我點進去的話 自己註冊不了 我說教程 不好意思 這個沒有送 他說 你這邊會交嗎 我說你是開跨境還是本土呢 我直接把我前幾天就是寫了文章 就是丟過去 他說 你是覺得說開本土好一點 還是跨境好一點 我把文章丟過去 我說讓他先自己看一下 我說你看完了 我們再聊 他說 我看到了 你寫的那個文章 還有那個視頻 我都看清楚了 我就是看到這一個 看完了 才來諮詢你的 他說 我只看到你寫了本土店 是多少錢 沒有看到你寫的跨境店鋪多少錢 我說跨境的店鋪呢 購買的話 相對來說比較便宜 但是本土的店鋪效果會稍微好一點 他說 好的 那假設買完店鋪 是不是還有都送一個軟件 就可以了 我說軟件很便宜的 他說 那軟件你這邊有嗎 有賣嗎 我說一個軟件的話 一個店鋪大概是幾塊錢 我這邊是沒有 但是我會告訴你說 去哪裡買 你不要去買那個幾萬幾萬的一個軟件 作用不是很大 我說我這邊呢 不做培信 也不賣軟件 他說對的 我就是看到市場上 一個軟件幾萬塊錢 嚇到我了 我說是的 我說我只做店鋪 不做教程 所以說你找到我算是比較靠譜一點 我就把我之前的一個培信流程的一個圖丟給他看 我說我之前賣的軟件 賣賠信是賣的9999 現在我不做培信了 我找了這個軟件呢 叫某某某站 一個就是賣幾萬塊錢 我說我知道了 這個軟件定價是稍微比較高一點 我說創業不容易 所以說我建議你去搞一個比較便宜一點的軟件 對不對 我說你前提是在我這裡搞店鋪對吧 然後在我這裡搞店鋪呢 我可以送你教程 就是軟件我也可以推薦你去買 我說其他的沒有什麼 大致就是這樣 他說我冒昧的問一下 就是我這邊需要保障一下我自己 就是錢不多 但是我也怕風險 他說我知道你店鋪也沒有賣貴 我說你想要啥保證呢 他說那個人店鋪的價格跟你一樣 就是軟件很貴 我說價格很透明 你通過視頻找到我 你去看一下我是做了幾年的一個視頻 如果說我不靠譜的話 我也不會說今天還存在 我說沒有必要忽悠你這一兩萬塊 他說不是針對你 他說就是我怕交易了人沒了 因為互聯網這個東西太細膩了 我是針對每個人都這樣 我說對的有這種心思好的 我說互聯網確實是比較細膩 超過500塊錢的東西呢一定要小心交易 我說如果說你不信任我的話 我再怎麼樣去解釋也沒有用 所以說這個我就不多解釋了 他說那你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保證一下我這個交易 我說沒有呢 我說我這邊一般都是人家給我錢 然後我給店鋪 然後我再拉他進群去學習去幹嘛的 然後之後給你回款等等的 我說福建現在是有點疫情 不然的話你當面過來交易都可以的 他說那你這邊有沒有公司呢 我說我有的有公司的公司法人是我 但是我不支持打對公 因為對公是需要那個的 我支持打個人銀行卡 我說打個人銀行卡 你看一下 他說你這樣我是很心動 但是就是有點怕 我說那你再看一下吧 我說你如果說你不信任我 我說什麼也無所謂對不對 我說你是在哪裡看到我的呢 他說我是從B站上看到你的 我說那B站我也是發視頻 發了很多年 你可以翻一下 還有其他平台像抖音啊 還有百度百家 其他平台我也發了很多年的視頻 我說如果說不靠譜的話 早就被人投訴給關掉了 他說好的那我再了解一下 他說我是一個窮人 也不懂就是怕被人家騙 我說一般都是別人付款 然後我就拉群給教程等等之類的 我說你要是打微信支付寶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打我銀行卡 那如果我是騙子的話 你隨時都可以報警 或者說你有什麼你覺得靠譜的交易方式 你說出來我們都可以談都可以接受 我跟他這麼講呢 是為了證明說我不是一個騙子 我很靠譜的想要去完成這筆交易 他說就還是交易方式吧 他說我轉過去都沒有啥 他說那我也可以五一錢 那你說報警什麼等等之類的 這些都是需要時間 而不說是馬上可以解決 他說我剛才一直在刷你告訴我的其他平台的視頻 不好意思沒有看到 我說那你可以說一下 就是說你認為你可以解決的方式 交易方式你說出來我都可以接受 他說那別人跟你交易都是很爽快的方式嗎 我說我這邊呢一般都是直接轉支付寶 或者微信或者卡基本上都是這樣 或者說你提出來有什麼好的方式 我能接受對不對 我們可以共同的去把這個問題探討一下 我說我這個人呢是喜歡有問題解決問題對不對 比如說你我就問他 我說你要多少個店鋪 或者說你要什麼樣的保障 或者說你要幹嘛 他說本來胖哥您說的當地考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實踐的方式 但是由於疫情現在是沒有辦法這個大家都能理解 他說我這邊能想到了就是要嘛合同 要嘛就是一個地方 或者說廣州啊深圳啊哪裡啊 他說我的能力有限 只能想到了大概是這樣子 我說眼神合同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合同呢 我說我現在在福建哪裡都出不了 因為疫情我去到當地需要隔離 說因為疫情我現在一時半回我哪裡都去不了 然後你想好你這個合同要怎麼樣去做 你有哪一些內容 他說我我想一下 或者說我看一下別人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我說可以的你研究一下告訴我 因為我想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證明我不是騙子 我說你研究好的告訴我 沒過一會兒他說 我看了一下他們說可以嫌疑平台交易 然後胖哥你這邊解得看一下可以嗎 我說擔保交易嗎 他說就是正常買賣 只是假設假設胖哥你騙我了 我可以找到客服 假設如果說胖哥你沒有騙我 那麼正常流程就是錢到你那邊就可以了 我說這個問題不大 但是你需要多久確認說我沒有騙你呢 他說不需要很久 只要店鋪到我手裡 軟件到我手裡 我並且能用就可以了 他說我這邊就是怕我給錢給你 你人不見了 我說那問題不大 可以的稍等一下我說我給你一個嫌疑的鏈接 他說等一下我還有問題 他說胖哥你會不會叫我上手 我是一個完全不懂的 完全沒有做過 當然要跨境電商的 我說我有錄製的教程 你需要看教程 不懂的話你可以留言 我去幫你去解答 但是如果說你不看教程的話 你就是再多給我一萬兩萬的話 那我也做不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手把手去教你 他說基本上每個人看完都可以上手嗎 不會很難吧你的教程 我說我本人錄製的跟著教程 學習不懂的話 你可以微信上問我 基本上都會 沒有說什麼 鞋不會的 我說你大概需要多少個店鋪呢 我說如果你店鋪少的話 我這個教程跟軟件這一塊的話 是沒有辦法白送給你的 他說那買幾個有送店鋪呢 我說大概的話 要15個以上送店鋪送教程 並且一年的手把手售後交鞋 他說我這邊一個人可以管理15個店鋪嗎 我說可以的 一個人管理50個店鋪都沒問題 他說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我說可以有問題你都可以問 他說那拍單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這個我不是很懂 我說拍單問題呢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信用卡 也可以換一額去拍單 到時候都會有教程去教你了 他說銀鈴卡可以嗎 還是需要微薩卡呢 我說微薩卡 他說那我沒有可以弄嗎 我說沒有這一塊的話 你就需要去辦一個信用卡 那如果說沒有信用卡的話 到時候就換成一額吧 我說這些都會教你的 他說好的 那沒有其他費用了吧 他說我買 比如說我買15個店鋪 那就是15個店鋪的費用 沒有其他的費用了吧 後期不會再有其他的費用了吧 我說後期的話 就是大概一些軟件的費用 他說軟件的話一個月可能就幾塊錢 我說這個是軟件方收起的 不是我收起的 一二十個店鋪 可能一個月也就百八十塊錢的樣子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吧 他說沒問題 我說因為接口這個上傳別人是要收費的 這個東西它不是我自己的 所以說我不賣軟件 他說可以的 我說其他的後期就是 你在我這邊拿的店鋪 有一些比如說你回款要點數 要有匯率差 或者說帶貼單的一個小費用 一單幾塊錢 我說這個也不是我收了 我說大概就是這樣的費用 其他的沒有的 他說好的 那我需要準備多少的拍單資金 我說拍單資金剛開始的話 不用太多了 幾千塊錢也可以 因為東南亞是每個禮拜都可以回款的 每週都回款了 回款之後就可以給你打款了 其他的沒有什麼 他說那我再問一下就是貼單 一單這個是每一單都要給錢的嗎 是一單一單給還是一個月一個月給呢 我說到時候倉庫我會給你開好這個倉庫的地址 然後呢你自己衝進去 這個費用呢是一單一單結的 他說胖哥那我問一下就是15個店鋪呢 有多少的一個收益呢 我說店鋪的一個收益呢 大概是看你是做什麼產品的 一個店鋪一個月可能有幾百塊的收益 也可能有幾千塊的收益都有可能 我說反正是不能一夜報復 如果說你想要一夜報復的話 那就算了 他說每天有幾百塊錢都不錯了 我說我說的是每個月幾百塊 或者說幾千塊啊大哥 他突然就打了他說打了幾個冒號過來 我說每一個店鋪呢 有可能一天只賣幾單對不對 有可能一天一單不賣 你是你一個店鋪做店群的可能加起來 一個月可能就只能賺個幾千一萬兩萬的 我說這個跟你的執行力是有關係的 我說從幾百塊錢一個月的店鋪幾千塊錢的店鋪 我這邊都有就是收益都有 他說執行力我這邊需要什麼才是執行力呢 我說這個教程到時候都會跟你說 我說執行力比如說像上貨啊拍單啊 優化店鋪啊等等之類的 我說你沒買之前我都會把這些東西跟你講清楚 你到時候別說等著就天上掉餡餅啊 他說好的那下半年的話雙十一雙十二的話 收益會不會高一點呢 我說這個具體我不知道 我說你這個東西呢可以搞一點小錢 如果你覺得有效果了 你就再加幾個店鋪去做 我說東南亞呢都是搞店群的 不是說搞幾個店了 他說那胖哥你這邊有多少個店呢 這個項目是不是您今年剛操作了 我說對的是我今年剛做的 然後都可以出單可以搞一定的小錢 我說不一定 打個比方我跟他說我說我朋友呢 這邊他們一千多個店鋪 有時候利潤呢一天幾十萬也有 所以說這個東西很難講的 我說每個人操盤的東西不一樣 項目賺錢的東西就不一樣 所以說你們也別問我賺多少錢 就像平時很多朋友問我 說這個項目能賺多少錢 有人能賺一塊錢 有人能賺一萬塊 我說認真去做的話都虧不了 我說像我呢還是屬於良心一點的 我說你找別人一個軟件兩萬 再加上店鋪 我說投資下來呢 你沒有三五萬都搞不定 那麼什麼時候回本 這個東西就很難說了 我說以前我還會去做培訊 現在的話我培訊都懶得做了 我軟件也懶得去賣了 我說覺得說這樣會去坑一些 剛剛創業的一些消費者 所以我覺得互聯網呢 一定要做一個靠譜的人 他說我上個月還在做天貓無貨顏 然後天貓無貨顏出了點問題做不了 所以說我就想轉型說來做這個 我說現在國內的無貨顏已經很嚴格了 我已經出了很多視頻了 越來越精細化了 我說你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他說暫時是沒有問題了 大概就這些問題 如果說有想到一些問題呢 我再來告訴你 其實最後呢這個朋友呢 後面有一些問題呢就零零散散的 我也不想回答了 也不想說給大家貼出來 但是諮詢的問題呢 就是大概就是以上這些 有沒有賺錢啊等等之類的啊 怎麼樣付費啊 付費靠不靠譜啊 我能賺多少錢呢 以後你們有諮詢我的朋友 你們都可以自己去看 我不是說每個朋友 我不回答 像這個朋友我花了一天時間去回答他 他還是不信任我啊 互聯網這個東西真的是很犀利很難說 我一直小胖哥一直在努力做一個非常靠譜的人 但是每一不排除每一個人都覺得我是靠譜的人啊 我所以你們認為啊 我靠譜啊 我說什麼都有啊 有人性 你們認為我不靠譜 我就是像講這麼多啊 他們還是會覺得我不靠譜啊 我會把這些詳細的再整理出來放在公眾號 到時候有朋友來讓他自己去看嘛 好吧拜拜